绵延无礼装满金钱的铜盆 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居留孙国有个恶生王 也就是当初三次领兵 近沙迦皮罗国释迦族人的琉璃王 有一天 看见一只金猫 从元堂东北 走入西南角 新生奇怪 于是叫人掘地 获得三层铜盆 中间装满了钱 而且这些钱延伸无礼外 国王觉得很奇怪 于是就去请教了尊者嘉瞻颜 嘉瞻颜尊者是位正果的阿罗汉 他回答说 过去九十一劫前 有尊佛出世 浩皮婆师 就是庄严劫千佛中 第九百九十八佛 在这尊佛涅槃后 由比丘入城起时 把波放在路上 他对人们说 如果有人把钱财 放到这个坚固的仓库中 一切盗贼水火都不能夺走 当时有一个穷人 听说之后特别欢喜 心想今生贫穷 正是由于过去是不布施的缘故 正好身上有卖柴得来的三文钱 就全部拿出来布施 给了这位比丘 他再走回家去有五里路 他步步发欢喜心 到家门要进屋时 还要向僧人顶礼发愿 而当时那个穷人 就是现在大王民啊 这个故事出自杂宝藏经中的五里同盆典故 真心不失 果报如借种成数 而佛在设位国时 有一位妇人 致心不失一波饭给佛陀 佛陀也授记她将得到不可穷尽的福报 她的丈夫心中很怀疑 认为哪里有失一波饭 就能得到无穷福报的事 佛喊住她说 你看见尼居陀树有多高吗 他回答说 高四五里 每年结果几万壶 佛又问 果盒有多大 他回答说 仅有芥菜子那么大 佛说 地是无心的东西 是下一芥菜子那么小的种子 当能每年收几万壶果 何况人是有心的 能够制成凤一波饭给如来呢 夫妇二人 因此就心开一解 末世福伯的人 眼界很小 听到无礼同盆的说法 怎么不会有 供养一波饭 可饱无量福的那种疑惑呢